對 是不是 那他都會管什麼 會管很細嗎 時間掛念 對 時間掛念 會一直碎唸 對 也會碎唸 我先猜一定是嬌友 嬌友 妳的嬌友 他剛剛眼睛放一放好不好 反正妳出去都是跟妳的 跟姊妹濤 妳好恐怖 心裡一生都會看到人家的 不安全感你知道嗎 姊妹濤要看狀況 我炎鏡他跟哪些姊妹濤在一起呢 失婚的 那一種是愛劈腿的 他這邊有兩個女性友人 可能就是婚姻不幸福 老公會家暴的 那他們這種朋友呢 常常就會有一種心理會說 比方說芽芽答應我 凌晨一點要回來 然後呢 凌晨一點沒回來 因為他那朋友在怂悠他說 男人就是賤嘛 你幹嘛聽妳老公的話呢 對不對 我以前就是聽我老公的話 我現在還不是被他家暴嗎 還不是被他扁嗎 就會灌輸他這種負面思想 然後那種愛逼腿的女人呢 更氣了 他說妳幹嘛 妳幹嘛死守一個男人 像我 我一點到三點 我跟這個男的 我三點到五點 我跟另外那個男的 他就會灌輸他這種 觀念 我們看出大叔的 但是他們就是因為不開心 就找我出去聊天 凌晨一點 妳問好 妳問得太對了 我也是半夜三點 我突然醒來 我突然警醒你媽爆住 然後我老公 怎麼啦 老公 我不要失去妳 我剛剛做夢夢到 妳跟別的男人跑了 你怎麼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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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會用招 對不對 不管有沒有夢到 先爆住 先喊一喊在說 其實我覺得雅雅算是 膽識很好耶 雅雅 要不然有個丈夫 突然這樣子三更半夜 把妳爆住 會嚇死 不過我還是要講一下 就是剛剛不管是那個 白榮或者那個雅雅 他們在講的這個優缺點 我還是要把它中和一下 像妳會講說 不是每個人都會講 民國初年 或者是 不一定會講這些事情 但是她有一個 就差異性在哪裡 就是說 因為年齡差距大 所以它會產生價值觀 價值觀 對 這個價值觀 其實價值觀是一個人的信仰 這信仰幾乎有的是 從家教開始 到妳自己去自覺自發的 像宗教或政治的這種信仰 這種信仰如果說 因為妳一個時代的不同 可能在這個信仰上 跟價值觀上也有差別 我只補一句話 再請老師講 據社會學研究竟是 十年就差一個世代 所以您要配好 接近兩個世代 雙方要互通 妳差十歲以上 就差很多 但我想這方面 他們可以接得上 是因為玉琳哥做的是 傳播業 所以剛剛我要說 第一個就是價值觀 是 第二個就是剛剛楊醫師補充的 世代 世代的背景裡面包括什麼 包括文化 文化 流行 語言 雅雅時代講的話 跟你那個時代講的話 就不一定了 你還尊老精 什麼尊老 尊老尊賢 對… 在他們這個時代 就是 就不一樣 你這個文化的背景 那像剛剛楊醫師說的 說外配 這個就是文化當上的差距 而且世代差得更多 開放前的中國 跟開放後的中國 開放前的中國 跟開放後的中國 對我是不一樣 然後第三個就是說 我們剛剛談到興趣 可是剛剛那個誰 那個玉琳跟那個白龍 都有談到 她不是除了體力以外 熱誠度 一個世代的熱誠度是不一樣 對一個興趣的熱誠度 像那個玉琳 一樣是喜歡看球賽 可是到玉琳 連營在看球賽 因為她已經看了十多年了 所以她都在當評判 對 評判 可是她在講評了 可是雅雅還在那邊 這一對加油 那一對死掉算了 幹嘛不死 她就在旁邊說 她被罰球是應該的 已經有差別了 還有就是投入 對某些事情的投入的程度 包括愛情 作愛什麼這些 投入的情形 那個有關係 還有時間 她花在這個上面的時間 譬如說白龍對這個事情的看法 她花在小孩子的時間 她跟孩子之間 因為距離縮短 再加上媽媽的角色 她會跟孩子的時間 投入更多 可是達明就會認為說 孩子 好不容易這麼老 才生的生死小孩 那小孩不是用來打的 小孩是用來 將來老的時候 所以我時間越短 已經跟孩子親近的時間短了 我應該更愛他們 但這樣子都會牽涉到 整個的價值觀 跟她了解的程度上 所以老夫少妻跟少夫老妻 在這幾個方面還是要注意 我覺得在這過程當中 太有意思了 因為婚姻本來就是把兩個 完全不一樣 對 約束在一起 那兩個人要自己去磨合 不過有時候我覺得很妙是 我們在媒體上看到的報導 難道是真的嗎 還是有些媒體 她會找支持她的理論 來故意公佈一些民調 因為這個是我們看到 中國日報網 他們上面的有一個這個民調是說 最新的研究結果顯示 老夫少妻的婚姻會讓男人長壽 如果妻子比丈夫小十五到十七 就差不多是玉琳哥這樣的一個混配 那麼丈夫早逝的機率 會減少百分之二十耶 對 我相信 你相信喔 因為你要努力的 我這三年來的身體的 這個機能的感覺 比我過去年輕的時候 我真的感覺好很多 為什麼 以前很容易 你是靠意志力那樣才會感受 不是 以前容易昏昏欲睡 那現在找到了青春之源的泉源 因為 因為以前老實講 以前交女朋友 奇怪了 三天兩頭就不快樂 就想吵架 沒吵架看到她就一肚子火 不知道為什麼 那現在呢看到妹妹 就有點像阿公在鬥書 她怎麼變這樣 越講越變態 你這個才能更為你 不是 是 起碼看了就是身心靈 賞心悅目 身心靈就愉悅嘛 那你也知道嘛 人心情一好 身體就好嘛 對… 對… 新藥才是最好的藥嘛 所以楊醫師這是真的嗎 夫妻的年齡差距 真的會影響壽命嗎 前陣子因為這個 龍翔大哥過世 那這個 夫妻的年齡差距 真的會影響壽命嗎 就是像剛剛玉琳講 如果當老夫少妻 這個老夫呢 為了還好的 守住他的少妻 是 他願意好好的 他會開始注意這個身心靈的健康 是 那時候OK啊 對 但是你們注意看 你那個報導的下面反而還講 姐弟戀 姐姐反而倒塌了 但是顛倒回來 如果是像姐弟戀 甚至是老七少夫的話 太太的壽命會變短 這個裡面其實樣本數 大概有很多你的概念 不過我今天如果是 但你有跟有據的這個 研究到底是什麼 我們那一個腦科學 跟所謂的眼鏡論來看 我要必須說幾件事 因為我們就是三個概念 生理的 心理的 還有環境的 我們在這節目常常一直提到說 各位要知道 食色性也 性愛 性愛 這兩件事連在一起的 你太過度的柏拉圖自愛 那在我們凡夫數子 你不要想得太高深了 所以就是說 當老夫少妻的時候 第一個問題 真的很實際的問題就是 房間裡面的事 到底雙方能滿足多少 這個是很務實的事情 如果當他不能滿足的時候 您生命中他的周期 一定會經歷過 不要都認為說 女生就永遠崇拜你這個 爸爸 阿公 三十如良 四十如虎的時候 他怎麼處理這個問題 甚至我不會言 像這一邊 一個當媽媽的 一個還沒當媽媽 其實太太 當有了生的小孩 當媽媽以後 他的成熟度 成熟度大為提升 甚至他反而會覺得 旁邊的那一位年長的先生 有很多想法很幼稚 為母則強 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卡 可是如果你也差那麼多大 會嫌幼稚的 如果連你一樣還得了 那不是就變成那個 你不想清楚啊 你讓他生個小孩以後 你看看你會不會 再想要笑你幼稚 因為他會覺得 你生活上很多東西 都是硬壓 他會學習到很多技巧 很多的技巧 心理上面就是說 剛剛已經黃老師有提過 就是說我們心理上面有很多 在你要知道 從青春期開始的時候 我們女孩子 本來就從小六 國中的時候 她本來就比較成熟 對啊 她那個成熟 而且她會去注重互動的關係 互相的關係 所以姐弟戀 他為什麼 他會比較注意到 我當女的感受 你注意剛剛聽到 你前面的對話 先生還是以 男人還是以他的想法 為滿足嘛 是不是 他會覺得說 我取這個 我好有成就感 我拿得出去給人家可以 你看嘛 哇 很有辦法 好